弘洋劳动精神 彰显劳动价值 香港工联会 今年设立香港劳动无范评选机制 更首次举办五一劳动周系列活动 在广东省总工会 和内地有关部门支持下 邀请全国劳动无范代表访港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工联会有一连串的活动 包括我们去探访 而其中劳动无范访港 其实是我们本来设计邀请的 通过这种交流 让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打工仔 了解什么叫做劳动无范 了解我们的劳动无范 它对于社会国家 以至到它那个事业 那个贡猿 令到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 劳动不单止 只是工资的回报那么简单 其实还需要有社会的肯定 如果能够有这个劳动无范的评选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今次一连三日的 全国劳动无范访港交流活动 包括拜访政府部门 参观工会和相关企业 劳工界代表座谈会 以及到学校和学生 以及年轻人交流 在今天这个交流会里面 我学到其实我们做所有东西 之前我们必须其实都会抱着一些 不坚持坚毅 精一求精的这些精神 当然我会更加努力去学习 还有今天来分享我的四位嘉宾里面 其实我都看到 我们做所有东西都不是单打独斗 我都看到其实协调这一方面 和待人接纹这一部分 其实都很重要 我学到在学习的过程中 坚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未来想做的工作是医科 因为太大学医科的时候 是很辛苦的 所以需要有一个坚毅的艾力 以及坚持的心 全国劳动无范访港交流团 由团长朱永玲率领 他是港珠澳大桥建设工程总负责人 曾经担任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 他积极协调沟通越港澳三方 提出和实行一系列科学先进建设理念 克服了不同的大桥建设难题 我过去曾经在香港工作过 过年的时间 所以这次来感觉到特别清晴 所以我们感觉到这种交流 非常有意义 我们这次来了四个老母 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路上 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坎坷 但是经过大家的努力 我们应该说都取得了小小的成功 所以我们有一些感悟 有一些经验 我们非常乐意跟香港同胞进行分享 访港同行成员还包括有黄云飞 他是电信集团移动通讯首席专家 他研究了用低成本去部署5G网络 在不同地方实现良好覆盖 唐琦是陶瓷有限公司的研发总监 他研究了利用生产抛光砖产生的废渣 做出轻质陶瓷材料 而叶世远是汽车公司的板金收理人员 他将无数部车身变形的汽车 用手工变回原形 他更加发明了分流拉拔器和快速拉拔器 解决板金反收效率低的难题 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劳动无犯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他们的创造、发明以至贡献 很多是很感人的一个事迹 我们希望通过他们的事迹 他们的经历 触发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力其实都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劳动精神的云洋 其实都是劳动力、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提升 所以都不可以看少精神的力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